论论一种 好 与慈悲生活在一起 生命电视 触动 行动 真感动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还有下半段 大家请跟我念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 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一心鼎礼 祭典师父 护伐善神 好 请放转 刚刚各位大放声 今天上午我们还去 我们巴都巴夏 有一个屠宰场 因为那边他们没办法 为了生活 杀蛇 杀乌龟 杀鱼 还有杀四脚蛇 我们特别去那边 超度 做阴供 一个食物 一个药 那为什么要特别做药 因为他们 被杀的过程 一定很痛苦 然后留了很多皮 在那边 因为蛇的皮很漂亮 这也就是他被杀的阴 就像大象有象牙 这就是他被杀的阴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人的优点 或者众生的优点 反而成为他的痛苦缺点 所以因为人类要他的皮 来做皮包 来做装饰 有些男人 要拿他的胆 来补养 壮养 所以他就要被杀 当然对我来讲 这是很好的修行 因为修行 最重要是慈悲心 如何利用这个世间的 种种的现象 来开发我们的佛性 当然目的也是希望 自己有能力 能够减低对方 一点点一点点的痛苦 所以 学佛一个最重要的入门 念一下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这是入门 那各位一定要从内心里面做一个愿力 就是说 你把我打成肉酱 我也不想要伤害你 不管身口意都不想要 当然或许人家会笑你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用 没骨气 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因为修行就是要把这个我 彻底的消除掉 你把这个我 我我我彻底的消除掉 那你的佛性就跑出来了 那你的佛性有了 你就可以真实利益 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个我 在保护自己 那你的佛性就 力量就展现不出来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我们 那展现佛性要干嘛 那就是要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虽然很多众生误会你 伤害你 但是你要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我给它净化掉 所以释迦牟尼佛累世 被割眼睛 被割头 被挖肉 被伤害 他都觉得 这是我修行的助言道 可以为对方而牺牲 可以为法而牺牲 多高兴 所以因为活在这个世间 只有一个目的 捏下来 摧毁自我 或许各位这样听不习惯 人就是要满足自我 我要快乐 我要吃 我要穿 我要谈恋爱 我要出名 但是 佛陀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 这个我我我 这样 所以如何把这个我消灭掉 这佛教教 无我 补梦 无我空性的 禅的思想 这也是每个阿鲁汉的目的 因为阿鲁汉知道轮回好苦 老实说 做一个最难的比喻 给各位听 现在有人拿棒子把你打死 打成肉酱 然后你从今以后就不用来轮回了 快不快乐 把你打成肉酱 然后你从今以后就生生世世不用轮回了 停止痛苦了 哇 这个还打得真好 所以你要有这个想法 我们就是要来把这个我消化掉 进一步我们才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你不能去伤害众生 因为你去伤害众生就是一个我 然后你就会更痛苦 你伤害一只马 你要五百次坐马被杀 五百次坐马被杀 你被蚊子叮 把蚊子打死 那你要五百次坐蚊子被打死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的 哇 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你要改变个思想看 改变个思想看 不然的话我们打死那个蚊子 五百次被 你还要来轮回五百次被蚊子被杀 所以各位你要想说 你现在修行已经百分之九十九成功了 剩下一分 就剩下那一只蚊子这样就好了 你现在修行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了 别人骂你王八蛋 你差不多忍五分钟OK了 就百分之一百了 结果你受不了 受不了 然后我就要顶他一句话 哇 那你又回到零了又开始了 所以叫念一下 一念称心起火烧功德灵 之前的百分之九之九的努力就不见了 那你要从 本来从一楼爬到两百楼爬得半死 终于为了一句话 你又从地下室开始爬 哇 你想清楚 所以各位我想 那为了要修行 为了要个人解脱也好 为了真实要有能力帮助众生 我们绝对不要凸显这个我 甚至去伤害到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在杀身 像我今天去 我看到那位老板 我看他不行了 不行了 身体也不好了 欠很多钱了 因为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做这个杀业不好 你做这个杀业 兵败如山倒 家里会吵架 身体会不好 钱会败光光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们在台湾三四十个护生云 大部分都这样来了 人家已经病倒了 中风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租下来 他顺便帮我们养猪 那个老板现在养猪 老板中风了 帮忙养鸡 因为怎么来怎么去的 这种钱不能赚 伤害众生而赚到自己钱 这个钱不能赚 所以我想各位大家生存都要赚钱 但是可以赚钱 但是不能一点点去伤害到其他生命 或破坏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动机一定要抓得很清楚 因为很痛苦 不要痛苦 因为你只要伤害到众生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看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很难过 实在很痛苦 那现在我们为了所有痛苦的众生 我们不但不决心不伤害他 我们还要念一下来 救护所有众生 念一下 普度众生 好不好 所以修行只有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 决心不伤害众生 第二个 决心救护所有众生 就这两个重点 决心不伤害众生叫解脱道 那你就会脱离轮回 决心要救护所有众生 那叫成佛的菩萨道 那修行就这两道 解脱道或是菩萨道 他们说小秤或大秤 就像我当初结婚 我有结过婚 那结婚的时候 因为过去我太太又漂亮 家里又有钱 然后他们要我结婚 那我既然要结婚 我就跟我过去的太太说 既然你决定要跟我结婚 我告诉你 哪一天 如果你去外面跟哪一个男人睡觉 或怎么样 我都不会怪你 他反而生气 因为我决定跟你结婚了 我就绝对永远 不会抱怨你 这是我的决定 他认为这样我不爱他 我也讲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快乐 如果我给你结婚了 你又漂亮又有钱 很多男人在追你 然后我每天嫉妒的钥匙 我就拍名 所以我这样做是保护我自己 我已经决心这么做了 所以我想各位就是如此了 你不要痛苦 那你就决心打死也不去伤害众生 就是这样 虽然这个东西很没有道理 但是我也永远不会报复 不会批评 好不好 好就超度了 一直得到九圈七祖庆超胜 但是自己超度还不够 超度众生 好不好 为什么要超度众生 因为 念一下 所有众生 都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对我们有无量的恩 各位永远句主这句话 这是大乘佛教的正知见 你要不要认为说百分之一百 你不能拿出任何理由 爸爸妈妈怎么骂你 怎么打你 无来头的 那都是我爸爸妈妈 因为我感恩他 他等一下就好了 他等一下气完就好了 这是你要决定 你不能拿出一个理由 说为什么你要打 为什么你要骂我 所以我要 那这个叫 我们回家叫概念式思维 意思是说 没有按照你的自信空性 而是按照你的分别概念式 贪嗔痴 那你就造业了 事实上那是让我们 消业障最好的方法 破我值最好的方法 修慈悲最好的方法 因为我想大家一定很喜欢 来 你想大做功德 我们喜欢做功德 佛陀说什么功德最大 忍入了功德 超过于布施一百亿美金 超过于持维系 借持得很圆满 忍一分钟 什么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各位我想 那有机会让你去忍入 你还要谢谢对方 那赚了多少功德 那有这个功德 你才可以帮助众生 才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 学佛 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 你就学佛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佛教我们 绝对不伤害众生 佛教我们 绝对忍辱众生 佛教我们 绝对慈悲众生 对一切 所以各位 地上的蚂蚁 有没有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有没有 有 不要踩它 那一只鸡 那一只猪 有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 大声一点 有没有 就不要吃它 我看着整天我弄不住 我管他爸爸妈妈 所以你要把这个思想 灌在脑袋里面 真的是我们爸爸妈妈 一点都不假 就算你不认为他爸爸妈妈 他会痛 他被一红鸡很痛很痛 流血很痛 真的很痛 你先不要管他也没有轮回 他真的很痛 没有一只猪说 来来给我抬 很快乐 我肉给你吃 我很快乐 没有的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吃它 所以各位 你已经知道了 而且是 他是老爸 他是老母 百分之一百 对的都是你的背部 你一定要这样决定 不是肉好不好吃 是你要救你自己 知道吗 哪有人去杀爸爸妈妈的 哪有人去杀 吃自己父母的肉的 这个就是你心里的戒律 叫慈悲 叫孝顺 叫报恩 学佛的心态 决定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自然有好的福报 所以来 各位把这一本本子拿出来 那我们要为所有的爸爸妈妈众生 为他们做大供养 这个时候你不要问我说 那师父我做这个供养 我自己得到什么功德 那你有自私 我们做这个供养 真的有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 要布施给更多的众生 就像你孝顺妈妈 妈妈如果你替她供养一个苹果 她肚子痛会好 你一定会替她供养 对不对 因为我供养苹果 妈妈就不肚子痛 我今天如果供养一朵花 很多人感冒会好 那我一千朵花我都要供养 这个叫保护所有众生 当然你会得到所有的福报 你不用求 因为你想的是爱护所有众生 愿三宝慈悲降临 愿佛菩萨降临 愿祭功师父降临 我们这边祭典庙 祭典庙的祖法 就是道祭和尚 道祭和尚 那后来因为他 故意装风卖耍 去度众生 所以人家叫他典 叫祭典祭典 那用这种装风卖耍 来接近众生 很慈悲 所以那个一定要正的 圆满的空性悲心 才有办法这么做 他吃肉 你不要学他吃肉 祭典和尚说 学我下地狱 对他来讲是 酒肉穿肠过 他根本没有吃 过了以后 他就变活了超度了 佛祖心中有 那各位呢 你一吃 不是穿肠过 变大变 杀死了 超度不了他 那所以祭典会补 若能学我 则下地狱 你不能吃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既然大家有缘 要来拜祭典师父 要学他的 哪一天希望有他的 这个功德 酒肉穿肠过 还保持悲心 佛祖心中有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是为了度他 吃他超度了 吃他一只鸽子吃掉 他就变飞走了 或是他直接去极乐世界了 这个功夫好不好 伟大 太伟大 我们要学啊 但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吃了 他恨死你 所以没资格吃 所以若能学我 则下地狱 这个意思了 所以来 一心齐齐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护辞法会 我为父母祖先 我为六道众生 冤亲在主 所有往生排位众生 所有生病人 业障人 为他们做大功德 这个叫悲心 我们虽然做功德 出钱做什么事 为的是众生 祈求佛菩萨 接受我们的供养 这个供养的功德 是要布施给众生 这样你就 具足了 无我的空性 又具足了 悲心的功德 这样比较容易成佛 有一次 有一位菩萨生病 他跟我讲 师父我生病了怎么办 我说 好 我替你去供茶 他就眼睛看我 供茶跟我生病 有关系吗 我说你没看佛经 佛经写了 安乐少病 因为喝茶可以解渴 喝茶还可以净化身体 精神好 所以这样来供佛 供养出家人 你身体会好 各位一定要相信 水果可以放前面 替他们放前面 放前面就不一样了 本来拿在各位手上是石头 供到前面来 变黄金了 为什么 佛的力量 念一下舍一得万 所以这个水果等一下 发挥完了 一人再拿一颗 拿一颗黄金回家 好不好 变黄金水果甘露 让家里人吃一口 除病苦 所以佛是无上福田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 你在这个世界上 有机会去供养三宝 尽量做 你将来不得了了 你下辈子富贵的要命 哪一天你才知道 原来我在佛前供养了一毛钱 怪不得我这辈子 有享受一亿美金的功德 你为什么住 大别墅 好几个房子都你的 因为你曾经在佛前 供养一颗砖头 那个砖头要盖房子 你刚好供养一个砖头 所以佛经里面写了很多 很多很多在因地 因为供养一点点 但是供养佛 佛是无上福田 就是说 你供养一块钱在佛头 佛头可以让你变成有一亿的果报 所以供养佛重不重要啊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供养佛 好不好啊 我以前开公司啊 跟公司员工说 一早来就供佛 这样你就发财 你发财我们大家都发财 因为发财所以我才可以出家 因为我都教他们供佛 在家要孝顺父母 父母是佛 到了公司有佛像供佛 供一杯水也好啊 佛经说供一杯水 可以等于念了一百万遍发财奏 一杯水供佛 所以大家知道 来 三宝为无上福田 梁武帝为什么做皇帝又这么富贵 又出家四次 他在做贫穷的砍财的财富的时候 外面下雨 结果一尊佛像旧旧的被淋雨了 他赶快把他的斗粒 对不对 破斗粒 去把那个佛像遮一下雨 这样做一世皇帝还出家四次 这个叫 念一下三宝门中福好修 在三宝的门里面 真的最好修福报了 有这个福报 你才可以利益更多众生嘛 所以各位要 家里一定要摆佛像好不好 摆佛堂 一张相片也好 每天供水 供香 供花 供饭 然后全家都要供 全家都要供 那这样的功德比较大 在家菩萨 第一个就是要培养对三宝的信心 以及更重要的感恩心 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世间很快乐 为什么我们要拜三宝 因为这个世间很多痛苦 所有的快乐 都是暂时的 就像我们现在掉在一个黑暗的大海 然后抱着一块小木板 那块小木板就是你的什么董事长啊 会长啊 家庭啊 老公啊 那块木板 抱着 但是呢 在这边浮浮沉沉 如果 能够看到 光 哎呀 我就可以知道哪里可以上岸了 所以上岸就是解脱的意思啊 在苦海漂泊就是轮回的意思啊 那谁能够让我们上岸呢 就是佛 法 身 三宝 佛代表佛像 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真理 现在看了就叫经典 身呢 身就是菩萨 为众生奉献的菩萨 那各位看得到就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甚至出家人发菩提心 也叫菩萨 所以三宝是我们生命的依靠 所以我们要对三宝有信心 感恩三宝的加持 所以不离开三宝的引导 然后所以你每天要供养三宝 让我们有信心 感恩心 医子心 才不会又轮回了 就像火车要开了 他有他的轨道 只要按照这个轨道 就不会出车祸 就可以到目标 所以各位要以三宝 做我们生命的轨道 为什么不能杀生 为什么要放生 为什么不偷盗 那你要按照三宝 因为佛跟我们讲是保护我们 不杀生才不会堕落三二道 不杀生才能够长寿无病 杀生的人多病短命 仇人冤心在主多 所以佛知道我们要离苦得乐 不要痛苦要快乐 所以告诉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供养三宝 也了解三宝所讲的道理 那看佛经 就像各位今天愿意来听佛法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就像像我们战远法师 跟各位讲 哇五个人去魂墓 有一个被附身 鬼来谢险 两百年饥渴痛苦 终于有人愿意布施给他 大家努力给他念佛持咒 他就说他要离开痛苦了 他要超度了 相不相信 相信 那我们今天人更多 大家来这边做烟供 做药供 放生 为他们做大供养 那这些众生快不快乐 他们几百万年没人管他了 终于有人帮助他们 而且替他们买了门票 什么叫买了门票 要升天要有升天的资格 供一朵花就可以升天了 供一盏灯又可以升更高的天了 所以今天大家慈悲 为他们供这么多灯 供这么多花 供养食物 那不得了了 供养食物的功德 可以升更高的天 而且愿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所以他们今天 我们无条件的 为他们做 无条件的 没有个人自私的 这个叫念一下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为小朋友鼓掌一下 大声又好听 以后学校都念这个好了 都好 无缘大词 词就是要给对方快乐 无缘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我都要让你快乐 同体大悲 你有身体 我也有身体 你也会痛苦 我也会痛苦 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苦 所以 只要你有痛苦 我就要帮你离苦 因为 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这个是悲心 所以我一直劝各位 不要吃肉 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 它的痛苦 如果你去牛的屠宰场 看看牛被杀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痛苦 你回来 不是牛肉不好吃 而是吃不下了 它很苦 所以我希望各位 真的要去感受到 它的痛苦 鱼的痛苦 鸡的痛苦 羊的痛苦 他们都很痛苦 所以我们谁要做一个 自私 狠心的人呢 大家都希望 自己是一个 有爱心 有善良 有悲心的人 那你现在应该 慢慢去了解 它的痛苦 这个叫什么 再念一次 同体大悲心 感受到它的痛苦 所以我想 做男人 要体贴女人的痛苦 女人 每个月有月事 怀孕的时候 苦得要命 为了帮你 生小孩 吃得胖胖的 怕小孩不营养 生了小孩以后 你自由去外面 赚赚钱 她要一直养小孩 那各位 结婚以后 更要疼爱太太 有没有道理 女人 我这样讲 你们欢喜吗 问题是 您老公也不来 你老公也不来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让老婆掉一颗眼泪 你就丢掉一颗钻石 连裤子都没得穿 佛讲的 女人主财 欺负女人的男人 保证倒霉 有利吗 本来就是啊 女人主财啊 所以佛陀说 女人在家里 要管财产 叫内财 男人在外面呢 负责去赚钱 对不对 但是欺负女人的男人 那这个人不好 没福报 因为呢 女人小孩老人 都是我们要感恩 疼惜爱护的对象 那这叫男人 那做个菩萨 什么叫菩萨 所有众生 都是他疼惜的对象 大家来做菩萨 好不好 好不好 真的哦 不是假的哦 真的 如果你做菩萨 这个世界就亮起来 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月亮 多好啊 多了一个太阳 所以要做众生的太阳 要做别人的月亮 这个叫点灯的意思吧 你要燃烧自己 点燃了 灯不需要光了 但是灯它就是要照亮别人 让别人看到真相 让别人离开黑暗 所以能够燃烧自己照亮众生 那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愿大家发个愿 从今天开始 我在我的家 成为家里面 照顾大家的人 而不要制造任何人的困扰 你住那条街 那条街的大大小小的人 流浪狗 地上的蚂蚁 看不见了 好兄弟 孤魂野鬼 你要去照顾他们 好不好 所以今天 大概也会发给各位一包 甘露香啊 如果有 那各位每天在门口点个香啊 门口为他们点个灯啊 无其妈黑 希望走过人看到灯 希望孤魂野鬼 看到极乐世界 你点灯的时候动机很重要 你点在哪里都没关系 让黑暗的地方 因为鬼道最喜欢黑暗 他们有时候怕光 但是灯的光 是让他们感觉到清凉 没有痛苦 看到极乐世界的住院 所以同样的日光灯 他们照的不舒服 但是点灯的光 可以让他们清凉自在 所以各位想到这个 那你要多喂他们点灯啊 多喂他们做烟共啊 多喂他们不吃米啊 或是地上有很多蚂蚁 那每天你不吃一些饼干 不吃一些米 那些鸟来吃 那些蚂蚁来吃 而且不吃的时候 念一下 男女孤魂 一切友情 同享甘露 饿鬼升天 欧阿红 来各位袋子里面 有没有米啊 抓一把放手上 大布施好不好 大布施 我要各位每天学啊 水也可以 米也可以 等一下还有食物吗 再拿一点去 做烟共 傍晚啊 校午有校午的功德 晚上有晚上的慈悲 晚上的孤魂野鬼啊 更可怜 更多 来 各位把米放在手上 然后这个米啊 先替六道众生 来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 回向六道友情 恶鬼众生 同享甘露 然后呢 往地上洒出去 快不快乐 慈悲最快乐 那如果有水的人 再撒滴滴水 让他们喉咙打开 大喝甘露 有没有水 先把水替他们供活 来 谁有八德 供养十方佛 六道众生 消除恶业 各得亲娘 然后撒几滴出去 来 太舒服了 为什么 不是你喷水 而是你把水 让别人清凉 你就清凉了 你身上有病 你医不好 佛陀说 不思甘露水 身无疾患 所以 你怕你的钱 被抢被偷 你不思甘露水 没有众生 可以欺负你 等一下 这些水 发挥圆满 一人带一瓶回家 好不好 不要一次就用完了 这是一年份的 意思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精华 然后回去以后 你每次 拿一瓶水 你就倒几滴 下去 这样就好了 对吗 那那一瓶 又继续给它 放在你家的佛桌 上面 然后又继续拜 然后又出去 又给它弄几滴 哇 那都是精华 到处去布施 撒甘露水 所以各位看到 二十九页 念甘露水真言 或是你至少念 翁阿红 我念一次来 那么 Solo杯 当他一队 当他一队 翁 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撒甘露河 那你知道这个意思 那你如果忘了 就念 翁阿红 还是你念短一点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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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甘露河 蛮好背的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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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甘露河 念一次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撒甘露河 很溜嘴 翁Solo Solo 本来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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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甘露河 然后呢 去布施 而且各位听我讲过 太阳越大 那些众生呢 一晒皮像扒掉一样 冒火流血 痛得一样 像流酸 撒在他身体一样 太阳一晒到 他们的皮肤 那如果 有人 撒甘露水 他马上清凉 而且 升天 快乐 那你可以得到 十六种功德 那你这个功德 不要问你自己 我们每天都 助人长寿 对方问你 你凭什么 助我长寿 我今天放 头上一万多只 功德会 那可以 你要有本事 助人长寿 那 我替你布施 甘露水 所以我可以 助你长寿 我替你布施 甘露水 可以让你 长得更漂亮 因为 布施甘露水 有这个功德 那我们 当然这个功德呢 就是要布施给对方的 任何一个生命 所以这十六项功德 我们念一下 如果你经常 布施甘露水 你具足这十六个功德 具足了 就像你有一百万美金 你还可以拿 很多钱帮助别人 因为 你越帮助别人 越赚钱 这里面叫什么 来 自利利他 自己也得到功德 又可以把功德 帮助对方 多好啊 就像你胃痛 痛得要死 终于人家给你一种药 吃了 不再痛了 那你也会很高兴的 把这个药给别人吃 自利利他 那 只要你念 甘露水精言 然后 撒水 然后你就有这十六个功德 来 念一下 功德 一 寿命长元 二 颜色 梳梅 三 气力 充盛 四 心肠 欢乐 五 辩才 无智 六 恒无 吉祥 七 口中 相结 八 人皆 敬阳 九 天神 侍卫 十 皮色遮鬼 现行 供给 十一 身无 疾患 十二 微得如亡 十三 恶人恶鬼 见皆生喜 十四 得千伦亡福 十五 梦见诸菩萨罗汉 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震动 所以刚刚我要讲 第十一条 身无即患 你不知甘露水 不但不容易生病 可以让别人不生病 第一条 寿命长眼 你可以长寿 也可以让别人长寿 第二 颜色酥美 你可以长得皮肤很漂亮 气色好 你也可以让别人颜色酥美 第三 气力充盛 每天都气力充盛 快乐 所以 第七 心肠欢乐 心情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让他们快乐 你当然心情好了 你可以把这个心情好 影响别人 希望大家 像我们战元法师讲的 一个不快乐的医生 你不要让他看 他怎么会医死人 你要让自己快乐 你才可以给别人快乐 所以各位 今天快乐吗 快乐 什么叫快乐 把痛苦忘掉就快乐 原谅他就快乐 你不要跟他一块 你跟我的技 我怕你发货参加我 我明天就找你生效 那你就白来了 那你现在 就把那个痛苦增加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记仇 一切放下 这是我的习惯 天塌下来 我尽力了 一笑吱吱 我什么事情都尽力 但是我 圆满的接受结果 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念一下 来 圆满接受 就是真理 这就是佛教我们体悟真常 体悟无常 找到真常 就是什么叫空性 就是接受变化 毫无条件的 接受变化 叫无声法人 这个叫空性 佛教的快乐不是 我要求他要这样 我要求他一不能二 那你永远痛苦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永远的一 没有永远开的花 没有永远的亮 对不对 那个灯会不会熄掉 这个法会会不会结束 讲话这个人会不会死掉 百分之一百 一点都不讲 但是你要求 你不要离开我 那你就自己到妈妈了 那佛教里面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我可以接受你离开 我可以接受变化 而且圆满的接受 一切都接受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诸行无常 一切都会变化 再来 诸法无我 一切都不永恒存在 不能控制的 那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那你心里就 第三个 念一下 涅槃即净 快乐了 你把我手切掉 那我还有脚 你把我脚切掉 我还有嘴巴可以念佛 你把我头砍掉 死了 那我还有心念佛的 我的心砍不死的 就像你的佛性杀不掉的 所以各位你要经常这样想 你就不会痛苦 不然你会觉得 我要求你怎么样 你弄得神经兮兮的 所以最近有一个男生说 师父我很痛苦 我以前没交女朋友 蛮快乐的 我现在交得很痛苦 为什么 他要求我24小时 手机都要带着 他三更半夜 打电话来 我不能关机 那你师父怎么办 你叫我怎么办 我说你放得下吗 当然可以 那你就赶紧 把这个女生放下了 你把手机给关掉 你管他的 那你就解脱了 你不能问我怎么办 是你要不要放下 手机要不要关是你的事 你很怕他 对不对 怕他生气 那你放不下他 那你永远痛苦吧 你最好带三支手机 万一没接到 他骂你到天亮 为什么 放不下很痛苦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要佛教放下 不是放弃 记住这句话 不是说叫你不要爱你先生 不要爱你太太 你要好好的爱护他 照顾他 对他好 但是不要执着 这样你就快乐了 我经常比喻 一张钞票 你现在拿在手上 请问那张钞票 多少人用过了 每次你都拿新钞吗 今天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他上辈子不知道跟谁在一起 下一秒钟他又跟谁在一起 你也一样 他也一样 但是因为变化无常 所以念下来 爱惜当下 对 你现在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好好的照顾他 也接受他 这样就好了 不要要求太多 那你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快乐 不然搞不好哪一天 你自己先跳楼自杀 因为什么 你受不了 你受不了 因为这个世间 我们福建话怎么讲 来 钦差鬼就好了 这个世间 马马虎虎OK了 真正认真是念佛诵经 那个认真 其他 佛教怎么说 来 一切随缘 不是随便 不是随便 这个缘就代表 你相信因果 今天我得到好的 是我种来的三因 今天我得到不好的 是我过去造的恶因 所以我要念一下 随顺因缘 欢喜皆受 甘愿受 欢喜作 你要欢喜去做吧 不要抱怨 因为这个是自己的因缘 一切都是自己做来的 我们的思想 引导的行为 造成我们的命运 所以每个人的命运外表不一样 就像他上天堂 他下地狱 不能怪佛祖 不能怪天神 就像关在监狱的人 你关十年 他关五年 他提早出去 那是因为个人造的业 行为不一样 行为重的 判得重 行为轻的 判得轻 所以每个人的 命运不一样 都是念一下 自作自送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各位今天愿意来 就代表有善根 你不是来这边杀生 卡拉OK的 你是来供佛 放生 点灯 看到了点灯 失时 所以你很欢喜来 而且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道场 第一次来这个祭爹庙的 跟我一样的 举手 你看这么多人 放下 哇 百分之九十 跟我赶快 你们在混哦 你们住这边而已 这边有佛祖 那各位要来拜 这边有祭公师父呢 要来请示 可以了 所以 那各位你要 但至少 你来了 太好了 认识一个新的道场 那当然 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边 做一点奉献 也能够在这边 学习到佛法 但是学习到佛法 各位不能观看像 旁边有来 念一下 十八阿罗汉 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研究 你不能每天来这边扫地啊 然后这边讲是非 喝茶 然后不了解 十八阿罗汉想什么 不了解 道祭和尚 祭公想什么 里面还有太上老君 老子想什么 这边还有很大尊的 要师佛 要师佛 要师佛经 说什么 要师佛做什么 要师佛有什么功德 那你要去研究 那你研究完以后 你要很慈悲 告诉不知道的人 因为他也想要 正阿罗汉没有痛苦 他也想要成佛 利益众生 他也想要离苦得乐 那我们要相信因果 怎么相信因果 来念一下 持戒不失 你受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就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身道 还可以升天 升天太快乐了 各位如果你要追求快乐 一定要升天去看看 最低的天 四天王天 九百万年 不会生病 要衣服 要吃 要穿 一切满足 叫欲戒天 第二层天 三千六百万年 那更快乐 第三层天 你的身体比太阳 月亮还亮 那边不用发电 因为你的身体 因为你的身体亮 燕磨天 第四层天 不得了了 都帅天 那边呢 在里面叫内院 还有弥勒菩萨 哇 四十九层螺 黄金做的 天天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 所以 寿命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的快乐 不是娶一个老婆 你要娶一个 有一亿个 没有一个吵架吃醋 你要嫁一万个老公 有一万个帅哥 都不会吵架 不用医院 为什么 没有人生病 请问天上 有没有厕所 有没有想过 天上有没有厕所 没便宿 不用便宿 吃怎么好 不用上厕所 不用冷气机 那随时都在 最好的温度 所以 哇 天上快乐 那你要问我 怎么升天呢 就像今天做的 你要吃素 不杀生 放生 点灯 供牙 保证升天 因为连恶鬼道理 都让他升天 你怎么不升天 只是 天上很快乐 但是是暂时的 我们佛教教不究竟 并不是没有天上的快乐 暂时的 天总共二十八成天 那你算算看 最低的就九百万年 而且天上一天 不像我们人间很快就晚上了 天上一天 人间五十年 第二成天 人间一百年 第三成天 人间两百年 再来四百年 八百年 天上的一天 这么长 代表他们一直在快乐的状态 不容易变化 我们很容易白天晚上就变化 然后 老了 小孩子刚出生 现在长大了 那我们就老了 但是天上的人 手命之常 那如果你升到第七成天 叫色界天 什么叫色 就像你去阿尔卑 阿尔卑斯山 就像你去尼加拉瓜大瀑布 就像你去南极北极 好美啊 叫色 色界天 没有欲望 你升到第七成天了 不用吃东西 不用谈恋爱 没有男女的性欲 多快乐 没有欲望 每天呢 就享受最好听的音乐 没有欲望的音乐 最好的景色 这叫色界天 所以各位看西洋片 天使 身体白色的 清净 有个翅膀 天使 很快乐 那那个叫色界天 色界天 更高 十八成 十八成 寿命呢 没有办法算 然后 在上面有四成天 念一下 无色界天 连身体都没有了 连影像都没有了 这代表什么 心灵永恒 心灵的一种快乐 最快乐可以保持多久呢 像各位 你去享受一个 男女的性欲 一场啊 一分钟 然后 没有了 但是天上那种快乐 八万大节 在那种心灵的快乐 但是话又讲回来 八万大节的快乐 享受完了 就没有了 直接就堕落 第一轨道出身道 这个叫轮回 所以 升天是快乐 但不究竟 就像现在跟你说啦 医生跟你说啦 我保证跟你说 你现在从一岁活到八十岁都很健康 你就很快乐 但是八十一岁你就得癌症 死到八十五岁慢慢死 你就怀疗啦 就像你等一下就问季工 你现在很快乐 你七十岁会中风 哇 哇 这个叫 不究竟 你现在很漂亮 将来会老的 你现在很健康 将来会死的 你们现在感情很好 将来会分开的 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永恒的 都会破碎的 所以 各位你要去思维 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出家 或者是 道际和尚之所以出家 他就是听到这个道理 哎呀 世间虽然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不永恒 最后痛苦 爱得越深 像我们台湾有一对老夫妻 两个一起自杀 手牵手一起自杀 各位你要了解 自杀是要下地狱的 自杀要下地狱的 而且自杀的痛苦 必须重复几千百次 然后再下地狱 但是他们两个感情很好 他们没有想到 自杀以后 各自下地狱 各自受苦 所以这个世间 没有究竟的快乐 如果你没有听闻佛法 那你以为自杀就解脱了 现在很多人在要求 安乐死 骗人了 没有安乐死 那是极苦死 你打针死了 那个过程的痛苦 会让你痛几百万亿遍 一直重复这个痛苦 就像很多人说 我吸叹而死 吸叹而死比较好死 但是你现在去冒烟 烟供你去吸吸看 你吸五分钟就好了 那一种痛苦会让你百千万次的一直轮着那这种痛苦 然后呢 再来就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对不起世界 这个身体是爸爸妈妈 是师长 是很多医生 整个世界的因缘合合 有空气 有阳光 你才有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属于世界 属于众生的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主宰你自己的生死 我想死就死 我想活就活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自杀了 那你等于破坏世界 等于让众生哭 因为所有众生对你好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自杀死掉呢 当然很多人说 问题是我很痛苦啊 我现在得癌症不自杀更痛苦啊 你现在得癌症还有止痛药 至少让你止痛三四个月自然死 但是如果你自杀而死 你要几亿节 不间断同样的痛苦 在地狱道 恶鬼道 从不停止的癌症的痛苦 这是真相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三报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道理 没有人会选择自杀 如果你没听到这个道理 那你会去科技先进的国家 那边自杀多快乐啊 多简单啊 所以我们要报恩啊 因为有了佛法 所以我知道不杀生 我以前很喜欢钓鱼 那现在呢 我每天都在救命啊 放生啊 看到鱼活 哎呀 自己往生都没关系啊 以前我们喜欢去打麻将 现在呢 喜欢布施啊 没钱也要打肿脸 布施啊 只要能够布施帮助众生 好快乐啊 过去我们会行男女的淫欲 邪淫 乃是夫妻之间叫正淫 但是老再家人要做到 听一下 不邪淫 虽然有夫妻关系 但不邪 那我们现在呢 以不淫欲为快乐 多自由啊 请问各位 爱喝酒的人快乐 还是不喜欢喝酒的人快乐 不需要的快乐 谈恋爱的快乐 还是不需要感情的快乐 我们这前面的师傅 你觉得他们快乐吗 比你快乐 没有负担 没有感情压力 不需要去追求这个 所以吸毒的人很痛苦啊 不需要吸毒的人多自由自在 那你现在听了佛法 你会去思维很重要 对呢 哇 好在我离婚了 好快乐这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情 一直想要去追求一份爱情 你就会很痛苦 但是哪一天你知道 有了爱情更痛苦 不需要爱情 那自由自在 这叫解脱啊 所以十八阿罗汉 就是因为没有贪欲 所以正阿罗汉 观音菩萨 没有自私的爱情 那就没有恨 多自由自在 还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愿大家都了解 这样子的道理 如果你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你就会开智慧 你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快乐 是自己种来的 所以在那一次 善友善报 所以各位要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你会长寿健康 精神好 因为爸爸妈妈给你身体 土地公讲一句话 不孝顺的人 我这个土地不承载他 不孝顺的人 没有资格踏在我土地 那各位一定要孝顺 这个叫感恩 爸爸妈妈为我们 生下来付出多少 你要感恩 那什么叫菩萨 以孝顺自己爸爸妈妈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爸爸妈妈 因为所有生命 都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那更伟大 孝顺都可以升天了 何况你孝顺众生 孝顺众生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像我要出家 我爸爸妈妈 舍不得我出家 他认为你出家会苦 那我跟我爸爸妈妈 跪下来 我说爸爸妈妈 你们生我养我 教我爱 因为我是被爱长大的 我以前不了解 那我现在读了很多书 赚了一些钱 结婚生了小孩 我才知道 哇 原来 我们是被爱长大的 没有生小孩 不知道父母的伟大 那这个小孩子 既然生下来了 那他要开始轮回 也很痛苦啊 所以我一定要 他也会学佛 我也希望他能够 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要把你们 对我的爱 去感恩众生 把所有人都当做爸爸妈妈 去孝顺他们 这样你觉得我会痛苦吗 我不会痛苦的 所以我把 因为你们教我爱 所以我才懂得去爱 所有的众生 所以小孩子都变成我的儿子 所有老人都变成我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动物都变成父母兄弟 因为爱他们了 所以我解释给他们听了 他们还是 有一些掉眼泪 为什么 怕你受苦 事实上 一点都不苦 我特别讲多一点出家 因为我今天一来说 巴都巴夏 多少个比丘啊 那我们 陈丽娃就说 师父两个 两个男众 有几个女众 哇 人那么多 魂墓期那么多 没出家人去念了 我们今天去屠宰场 沿路来回就五六个 都是墓墓啊 对不对 华人的 当地人的 各种宗教的 各位你每天经过墓墓 就告诉你 人的死啊 那会产生两种思想 既然你的死就 趕快快乐 及时行乐 那有智慧的人会想 我死了以后去哪里 我死了怎么样 才可以快乐 不要痛苦 这个叫有智慧 有善根 各位一定要思维 你来世 会比现世快乐吗 想快乐 不见得会快乐 种快乐的因 才会有快乐 所以如何升天 念一下 持戒得升天 你现在就持戒 你就得到天福了 不用升天 你就开始有福报 所以在悲策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爱护国家 这是世间的戒律 这个你要守啊 再来 不杀生 从今天开始 不要杀害任何生命 地上有蚂蚁 跨过去 不要踏到它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不要杀生 你不要说 小蚂蚁踏死无所谓 哪一天你儿子被压死了 你会撞墙 你会哭死 真是如此啊 听我讲一个故事 这是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女仆人 就像工人啊 帮人家煮饭啊 清厨房 她每天早上要 一大早起来 煮稀饭给主人吃 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碗菜 洗一洗 还有油 所以那边就很多蚂蚁啊 早上她煮稀饭 就很多蚂蚁啊 所以她每次要 要起火之前 就先起一把火 把所有蚂蚁就烧死 看到她能排队 慢慢烧 烧死 甚至呢 有些地方在地上 她就用热水 把它淋死 她每天早上 就做这个工作 然后再来煮稀饭 后来她结婚了 她结婚 怀孕以后 生一个小孩子 哇 白白胖胖 她好高兴啊 每天早上 一样 替她煮人 煮饭 晒衣服 回来带她小孩子 那小孩子还在睡觉 她就起来作业了 有一天早上 她晒完衣服 进到房间 吓一跳 她那个白白胖胖的小孩 变一堆黑黑的 请问各位 上面是什么 所有的蚂蚁 几万只蚂蚁 钉在她小孩子身上 她小孩子肿成两倍大 那种痛没办法寻问 她看到吓坏了 怎么办 要什么用 用火烧蚂蚁吗 没办法 用水淋啊 一只淋啊 那小孩子 哭了几个钟头才死掉 各位 杀蚂蚁的人 就生下一个过去也杀蚂蚁的 然后要享受到这种果报 你杀死几只蚂蚁 几只蚂蚁就让你痛苦 盯你的白白胖胖的儿子 活活盯死 恶有恶报 而不是死了就算了 你杀一只蚂蚁 五百次做蚂蚁 一次杀了几千只 那你要做多少次的蚂蚁被杀 人死一次就够难过了 你看要死多少次 当然有人问我说 师父这个不公平 为什么妈妈杀生 会怪罪到儿子身上 注意听哦 爱杀生的人 生的小孩 过去就是喜欢杀生的 物以类聚 拔鸟人生拔鸟狗 龙生龙 凤生凤 爱杂蚁的 就是杂蚁狗 一来就吹破坑 这个是真理 物以类聚 什么人生在什么家庭里面 并不是你的杀蚂蚁的恶业 让你小孩子承受 而是你天天杀蚂蚁 那只能这种小孩子 杀蚂蚁的小孩子 要被蚂蚁咬死的小孩子 再来投疼在你的肚子里面 这个叫基因 做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生生世世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伤害生命 千万不要骗人 欺负别人 千万不要卖假货 因为 就像刚刚讲了 燕窝既然不能出口了 燕子放生吧 不要再骗它了 为什么 不然将来换你的窝永远被破坏掉 你的小孩子没有窝可以住 你家里面经常被破坏 你说它是燕子 当人被破坏的时候多可怜啊 所以佛经说 破坏鸟巢的 生生世世家庭被破坏 破坏小动物的 生生世世做孤儿 无父无母 这是真理 所以各位永远 虽然我讲了今天很浅 因为今天我们祭奠庙 很多菩萨 没听过佛法 所以我们 必须要 希望他们懂得佛法 佛法讲的 还是这么简单 来 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这是学佛最基本的入门 相信轮回 相信因果 三有三宝 二有二宝 所以伤害别人 伤害众生 就伤害自己 你今天为什么声音不好听 因为你喜欢骂人 骂人者声音难听 骗人者口才不好 背后讲是非者 你讲话人家听不下去 所以你的声音 你的语言的力量如何 决定在你过去 讲话的方式 你为什么长得好看 长得丑 你爱生气 他长得不好看 你爱微笑 又贡花 所以你长得漂亮 脸好看 你又孝顺父母 不会老 不会老是从尊敬老人父母来的 因为你疼惜老人 所以你就不会老 这样了解吗 70岁看起来像40岁 你怎么都没老 你要问你怎么老 20岁看起来像40岁 所以这个人的行为 变成他的夜报 所以各位呢 那要相信夜报 三世因果 过去做 影响现在 现在做 影响明天 影响未来 那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 千万不要做坏事 不管你赚多少钱 不要为了钱牺牲自己 如果你赚了钱 是伤害到其他痛苦 比如说 卖酒 不应该 喝酒 会生气 会开车撞人 会如何 那是我们卖的 那不行 那各位 没有关系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们来听佛法 知道了 太好了 我听到很高兴 你不要说 没送 我没救 我没招牲 那就没上根 修行人士 别人讲我们的缺点 讲到了 好高兴 我终于找到了 医生说我癌症 难道我把医生打死吗 医生说我癌症 谢谢医生 赶快告诉我 怎么医 谢谢你提醒告诉我 所以我想 那如果各位要进步 就希望对方 讲出你的缺点 所以各位在拜佛的时候 佛啊 请你告诉我 我有什么样 思想上有问题 行为上有问题 就像各位来这边 祭甸庙 他们说 祭甸庙 祭甸师父有开示 你不要光问 什么发财啊 怎么结婚啊 我老公怎么时候回来啊 你光问这个 那祭甸师父说 五四三二一 你要问 师父啊 你看我有什么缺点啊 记住哦 你做的任何一个事情 都会影响别人 都会影响自己 都会影响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今天 各位在这边做善事 爸爸妈妈 会不会比较健康啊 祖先会不会超度啊 就是这样 所以血排位给他超度 不健康的给他回向 为他点灯 为他供佛 为他放生 为他焉供私食 做尽各种善业 善就是利益众生的 深口意的行为 像我现在在这边讲话 也是一个善业 叫口业 因为我没有在骂人 我没有在讲是非 我们要把释迦牟尼佛的 简单的方法 重要的方法 告诉别人 这个叫善业 如果我讲话 念经是为了收钞票 恶业 那就没有用 你讲了好都没有用 有所求 动机不对 所以念阿弥陀佛 动机是慈悲 那是个善业 念阿弥陀佛 念一声修一把 为了钱 去念 那你造恶业 嘴巴一样念阿弥陀佛 但是善恶业 来自于你的动机心态 出发点是不是善良的 为众生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爸爸妈妈骂我们 是善业 为什么 为你好 他是你的父母 你这样将来会害更多人 会害自己 爸爸妈妈只好呵斥你 甚至打你 这小朋友 爸爸妈妈有时候打你 还真是为你好 他不希望你这个缺点 一直在下去 免得害到你自己 所以我想善业恶业 谁也没办法从外表去看 但是动机最重要 那各位今天来参加法会 也希望你的业造得很圆满 如果你来参加法会 只是为了我希望我这样会 儿女平安一点 我儿子听话一点 我老公乖一点 赚钱一点 那还是造一个善业 但是功德不大 为什么 范围有限 你只有为两三个人 而且追求的是 现世的福报 当然可以 但是 如果今天你来参加法会 你想的 现在时机不好 众生很苦 很多动物被杀 沿途 很多浑木 所以我来参加法会 回向给他们 当然也要回向给爸爸妈妈 你不能说 回向给众生 不管爸爸妈妈 当然也要回向给自己祖先 但是你想到爸爸妈妈 想到祖先 但是你更想到更多受苦的众生 哇 那你一样来参加 功德就比那个为 现世福报的多了百千万亿倍 所以念一下 心量有多大 功德就有多大 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 今天别人撞你车了 你先不要管车子有没有受伤 赶快 后面的人有没有受伤 你被撞车还是个功德 因为你想到 后面的人有没有受伤 车子坏 顺其自然 但是不要因为 这样后面有受伤 那你这个是消重业 不然啊 本来可能你要被撞死了 或是儿子被撞死了 但是你的一个动机 是想着别人的时候 这个结就不见了 心态改变命运 所以各位你今天 你去哪里要登飞机 结果塞车塞到飞机 做不了这张票 作废了 你可能会生气 结果人家通知你 刚刚那一部飞机掉它去了 当然这不是好消息 至少说你这个人 一定是积了很大的善业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要这样想 哦 他让我做下一班 一定会 遇到更好的姻缘 让我开智慧 让我有更多慈悲的机会 这个叫一切随缘 因为你尽力了 但是随缘 这样了不了解 所以随缘不是随便 随缘还是相信因果 我尽力去做 我不希望那个人找我麻烦 所以我现在努力的修行 回向 我希望后面的事情会圆满 但是不要去担心 不要去烦恼 医生说我两个月以后要开刀 然后呢不知道会不会活 搞不好会半生不随 那你每天很烦恼 很烦恼 很哭 代表你没有修行 所以各位 你现在一定要修行 修行要慢的话 念下来 面对生老病死 面对来世 得以自在 那你现在一定要修行 修行 供花 供水果 慈戒也是修福报 进一步呢 要修禅定 就是说 你要去想清楚 看清楚 思维 分析 按照经典去思维 超越那个痛苦 不能一直想要逃避 逃避痛苦 哪一天得癌症 笑笑 平静平静 哪一天你中风了 人家觉得你很可怜 你觉得随缘 这样我才可以好好念佛 每个来你都哈喽 哈喽 不会讲话 嘴歪歪 都看到你在笑 眼神很好 人家觉得很安慰 他中风看起来蛮快乐 蛮自在的 因为有智慧 中不中风 个人有个人的夜报 当然可以改变 如果各位现在开始吃素 人家说少油 少盐 少咸 少辣 多运动 那你搞不好 不会中风 但是既然中风了 但是你随缘自在 修行不是身体 那心态的问题 但是趁我们还没有老病 死之前 我们尽量的修行 忏悔业障 多修功德 所以讲到因果 各位要念下来 怕因果 特别怕众生畏果 众生都怕结果不好 但修行人 菩萨未因 你不要有不好的结果 你就不要中不好的因就好了 不好的因是什么 都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有 贪嗔痴 贪欲 欲望很强 称慧 我要报仇 生气 愚痴 就是不信因果 不了解因果 叫贪嗔痴 那你有了这个心里的烦恼 你的深口意 就会造恶业 刚刚讲了 身体会杀身 偷盗 邪淫 因为你贪心 生气 所以你就很容易杀身 偷盗 邪淫 就像很多男人结婚了 我老婆不在 赶快去外面歪钩一下 好像很快乐 那你现在想想 对不起太太 自己又造邪淫的因 邪淫的因将来要堕落地狱二轨道 生生世世 感情婚姻不快乐 儿女婚姻不快乐 你要想清楚 一时的快乐 无量的痛苦 就像自杀一样 邪淫跟自杀 自杀可能三分钟没有呼吸你就死了 但是你要三百一年 三恶道在那边受苦 你对不起太太 三分钟五分钟去外面乱搞一下 但是你要几次的在地狱受苦 然后投胎做人几百次的感情不快乐 这辈子做男人 下辈子换你做一个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是一天到晚被老公欺负的那个女人 因为你造了这个因 所以各位你现在听了这个道理 哎哟 虽然外面外哥蛮快乐 想一想因果很恐怖啊 所以你不要那个果 你就不要种那个因 但是如果你现在感情很痛苦 你也不要怪老公怪老婆 是因为我们过去种的恶因 现在果报现前了 当做消业障 果报现前了 来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欢喜接受 那平常呢 多忏悔 越痛苦你要越忏悔 如果你怪别人 那痛苦越来越多 火上加火 如果你怪自己 忏悔 那业障消除 所以各位平常一定要多忏悔 对痛苦的事情 怪自己 忏悔 求佛加持 这都是我的错 身口意 所造的恶业 所以我儿子这样对待我 一定是我造恶业 当然很多人说 是不是我欠你 这样讲好像 好像又不认自己错 好像我欠你而已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 错的思想行为 再加上过去的因 现在的缘 所以造成这样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也要忏悔过去的恶因 什么人生什么儿子 孝顺的人生孝顺的儿子 恭敬众生的人 生在富贵 领导者家 他一生出来就是领导的独生儿子 他一生出来就是皇帝的长子 准备做皇帝的 这是人家过去是 修忍辱 恭敬对方 慈悲受苦的众生 种下做皇帝的因 那我们也不用嫉妒 我们随喜他优点 我们来学习他的优点 所以佛教这些方法非常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我们要投药包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用心念 然后他们现场已经点了这么多的灯 每一盏灯都变成一个最圆满的菩提心 就像最圆满的极乐世界 灯的光 都是极乐世界的光 让地狱道 恶鬼道都变成极乐世界 因为所有众生看到了圆满的光 他们就想要往这个光 脱离黑暗 走向光明世界 那当然这里面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别人的光明 大家不要有坏的行为 讲坏话 坏心 大家都做好事 慈悲 智慧 帮助众生 那你就是众生的光明灯一样 所以点灯就代表一个发心 所以佛陀的弟子 天眼第一 阿纳利 尊者 他过去是一个小偷 结果他偷到没东西 偷到寺庙来 结果有一次在寺庙里面 结果因为里面没有灯 有漆满黑 那那个前面佛前的灯快熄掉了 他就用他的剑把那个灯芯拉高一点 好他亮一点 他好偷东西 结果因为他这个也算点灯 亮起来 结果他看到佛像 哇 整个人改变了 因为佛像 因为他点灯照了佛像 佛像的光加持他 他就生起了一个很好的善根 我在做小偷很痛苦的 但是我现在突然变得很快乐 我想到我如果不做小偷 去做善事多好啊 那愿我将来不要再做小偷了 所以他那一天什么东西都不偷 隔天也没有偷了 从今以后他就没做过小偷了 而且还发愿 愿我将来富富贵贵 不要做小偷 愿我将来能够碰到 像这个佛像的人 将来我要跟他出家修行 那就是阿纳利尊者 一个小偷 这个灯就照了佛的像 他生起了善根 消除了无名 所以我们点灯 各位很重要 现在有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啊 我儿子天天打电动玩具啊 都不听话 如何如何啊 很叛逆啊 佛教的方法 帮他点灯 帮他点灯 点在佛前啊 点在观音菩萨面前 你发愿 然后佛菩萨这个力量 就可以转变他的心 不是一次就解决 多在佛前点灯 让所有的人都开智慧 就是不会做坏事了 不会不孝顺了 让所有的人都懂得服务众生 因为看到众生苦了 点灯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众生的痛苦 更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 所以希望大家多点灯 大家把自己的灯点燃啊 代表你的菩提心 因果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智慧的空性 真正的灯啊 然后现场还真实有点灯 法力圆满 智力圆满 念点灯祈愿文 佛力圆满 一个人能够看到 帮助自己跟帮助众生 离苦成佛的道理 那是最伟大的 所以祖师大德帮我们把 像各位这么忙 没办法研究所有经典啊 参访所有道场啊 看所有的经论啊 但是祖师大德呢 帮我们整理好了 三十七条 那如果你能够经常去念 了解跟实践 哇 那你就完全了解佛法的精髓了 你有人生正确的方向 就像这个是黑 那个是亮 那谁要去走黑的呢 当然我们要走亮的光明的 就像刚刚我跟各位说 不要杀身 就不会堕落恶道 长寿健康 进一步又放生 不要偷盗 又会布施 那我们命运就改变了 各位布施药 事实上 不要一直光嘴巴吃给 吃自己的药 怎么吃好像也不会好 那你除了吃药 还要布施药给别人 那你身体健康 甚至不用吃药 伯基罗尊者 九十一节没有生过病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在做乞丐的时候 把一半的唯一的水果 这个有药性的水果 布施一个老生病的比丘吃 老病比丘吃了以后心情很好 哇身体很好 那个时候这个乞丐说 愿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 不要做乞丐了 愿我生生世世也健康 因为他看到他生病 他不想生病 愿我生生世世也碰到佛陀 能够跟他出家解脱 那发了这个愿以后 这一位乞丐 九十一节富贵升天 一直到佛陀来降世 成佛 他就跟着来随佛陀出家 活到一百六十五岁 没有生过病 还证了阿罗汉 为什么 曾经布施药 在他自己做乞丐的时候 所以难行人行 你在最苦的时候 还去帮助别人 那个功德更大 明明自己没钱了 我们还要拿钱去帮穷人 所以最近各位报纸看到 非洲的夜门 南苏丹 伊索比亚 索马利亚 正在饥饿贫穷 一千六百万人 瀕临死亡 如果大家不能够帮助他们 这个浩劫 一千六百万人就会二十 那总共要四十四亿美金 那我们当然没办法 但是各位 内心里面一直回向 希望更多有钱人 更多国家出钱出力 好不好 自己要这样祈愿 如果你有能力 哪怕十块钱 都加入这个功德 所以希望各位 透过各种管道 去帮助他们 我们讲一两个 那佛法就让你有一个方向 当你碰到一些 自己觉得困扰 或是思维 人生的意义的时候 那佛陀 那佛陀 那是祖师大德 就透过文字 让你找到正确的方向 就像地图一样 有一张地图 你就不会迷路 但是不是有地图 那就解决了 按照地图去走 那你才可以走到那个方向 所以读书不是修行 但是透过读书 读经 那你去实践 那就达到修行的目标了 所以各位 仅看到一百四十四页 第三行 那我们现在 状况呢 就是第七条所写的 自生人献生死欲 我们也好 世间的神明也好 那都还在轮回呢 所以并不是说 叫我们不要拜神 我们是感恩神 那世间的神明 那他只是一个护法 保护我们 但不是皈依的对象 那如果你要 皈依的对象 是要找圆满的佛陀 但是世间的神明 成为护法 我们感谢他 就像各位家里的 大辈公 土地公 还是要拜 感谢他 感谢他 那希望他也同享功德 护持三宝 那你也没有障碍 但是如果你要 解脱成佛 那你就要归一佛法身三宝 依三宝 是佛子行 那为什么要归一三宝呢 归一三宝以后 那你就要了解 夜报轮回 第八 诸籍难忍三土苦 哎呦 地狱到 恶鬼到 畜生到 没有办法忍受的痛苦 那 这个不是随便下去的 是因为恶业的果报 现前 这是佛 亲口说的 所以各位要发愿 纵使 造欲 命难言 就算你要把我杀了 我呢 都不造业 你骂我 那是你的事 我不造业 不造业是佛子行 这个才是生性因果 千万不要 哦 忘了佛法 拿取世间法 跟人家在那边 闹来闹去 那很多佛弟子 很多人说 如果我在家 我打了他 你讲这句话 那你就还俗了一样 你有这个心态 那就放菩萨戒了 我们佛弟子 不行 别人造恶业 那我们同情他 但我们绝不造恶业 所以我今天 笑语跟各位说 各位永远不伤害众生 好不好 没有但是 你不能说 那他要杀我 我要先把他杀掉 这个没有但书的 因为因缘 随缘 但是我一定不造业 因为造业 就算我把你杀了 又如何 那我要下地狱几趟 那还不来 你把我杀了 我一时痛苦 那至少我不下地狱 我搞不好 直接去极乐世界了 还你的业障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 以这个法做你生命的准则 而不能说 打折扣 对佛法要百分之一百的相信去实践 那你就归三宝以后 绝对不要造恶业 第九 三界月乐如朝露 虽然我们现在做人很快乐 乃至将来升天很快乐 欲界 色界 无色界的快乐 都像早上的露水一样 顷刻须于坏灭法 不久一年 一百年就过去 死了 连天道的寿命那么长 也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一下子 因为无常 所以终不退转 解脱道 所以各位你要想 解脱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 这才是生命的目标 所以不要改变 其需求 我一定要解脱生死 是佛子行 但是 第十条 当你想要自己解脱生死 但爸爸妈妈呢 我们有这么多爸爸妈妈 生生世世服役我们 爱护我们 无始劫来 年明我者 母众落苦我和乐 想到这个无始劫来 这些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 如果他们在受苦轮回 那我一个人解脱 我一个人快乐 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倒过来 把这个自我解脱的 出离心 以它为基础 因为你要感受到苦才行 然后转为帮助 所有六道母亲 离苦的大悲心 因为你苦 你才知道对方苦 所以发愿 度脱无边诸友情 就像我们今天 念下来 放生救动物 持咒破地狱 失时度鬼道 不但这样 人道也度了 天道阿修罗道都发菩提心了 我们为六道而做 所以有情众生 你都要帮助他 让他们脱离轮回 而发起菩提心 所以各位天天在讲 菩提心 就是为众生 愿成佛的菩提心 这个为不是将嘴巴 是一种大悲心的流露感受 承担 而愿赶快成佛 由出离心就变成菩提心 也就是说 这个菩提心 要以出离心做基础 而生起所有众生 都愿意他们出离的大悲心 而变成菩提心 那修菩提心 要怎么修呢 那第十一条 要从行动上去修 十一条 贪图自乐 众苦及利益他人 佛心生 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修行 只为了自己的健康快乐 来世升天 那 那这个是所有痛苦的开始 因为这个世间 没有永恒的快乐 健康 有钱 生天 都会变化 所以各位修行 不要再追求快乐 自己的欲望的快乐 满足 不要去想这个 简单的说 还要舍弃今生 这辈子是 我们来受苦的 我们来累积功德 来解散源 不是来享受的 不要追求 当下的快乐 利益他人 佛心生 你想的是如何帮助众生 那就就是菩提心 既然我们发菩提心 那想的就是 如何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承担他苦舍自乐 那我们要发起愿 愿我去承担 地狱到恶鬼到 动物被屠杀的苦 所以我们放生也是这样 钱很宝贵 但是我们难得赚来的 这一点点钱 救他的命 甚至观想 愿他的痛苦给我 愿我的快乐给他 叫修交换 所以妈妈就是 妈妈老了 儿子活了 妈妈割皮肤 爸爸赚钱 像赚的流血一样 要让儿子活下去 宁可痛苦他来承受 不好的他来吃 好的给我们吃 热的给我们吃 冷掉剩下的他吃 各位要开始 学习修交换 承担别人的痛苦 把快乐给对方 这样你才能够修 菩提金 第十二 那修交换更要怎么样呢 比虽贪到我财物 这个人我又没有欠他钱 他偷我的钱 骗我的钱 乃至呢欺负我的身体 或使他人夺我财 乃至他叫别人来 抢夺我的财物 油将身财三十三 他这样伤害我 我还是将我的身体的功德 财物的乃至时时刻刻 所做的扇根 早上做三遍 晚上做三遍叫三十扇 那还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修回向 所以各位一定要 今天各位功德很大 昨天有人找你麻烦 你还是要回向给他 明天他可能要继续找你麻烦 我还是要回向给他 为什么 这样你才能够不舍弃众生 这样才能够圆满菩提心 你不要因为对方的态度不好 你变成不好 所以第十三 我身缘无合过错 我这个身体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他人进来断我头 他竟然要来砍我的头 伤害我 以比因身难忍背 所以他虽然砍我头 我还要身体 哎呀难忍的 他这样砍他手会不会受伤 他这样砍他将来会不会被杀 会不会下恶道 以比要生起这个 难忍能忍 因为我这样被杀很痛苦 干却生起悲心 以比因身难忍背 待受过 还要代替他受种种的痛苦 虽然你都没有伤害他 他就伤害你 前世他偷了 他误赖你 你还说是是是我的 还带他受过失 是佛子行 这个才是菩萨 所以各位 修学佛法真的要改变观念 不要再怪对对方错 你错我错 一切都是我错 你做了错 我还要替你受过 这个才叫菩萨 所以我们要称赞观音菩萨 称赞第三方菩萨 赞叹他们的慈悲 学习他们的慈悲 愿观音菩萨加持我 能够原谅对方 还要承担别人的过失 这个叫修行 所以第十四 比虽百般诋毁我 你根本没有 就像我是出家人 他说我吃肉 他说我去跟女人睡觉 他说我骗钱 你都不能讲话 而且给你登报纸 给你上网路 谣传恶声骗三千 有一个菩萨说 海大法是 网路上说你是诈骗犯 我说可能吧 同行 同名字 他说不是 他可能讲的是你 没关系 愿所有诈骗犯 我们都能够承受他的过失 借这个机会来修空性 修忍路 修慈悲多好 他只是一个声音 你又不是真的诈骗犯 真的诈骗犯 我们赶快前程忏悔 对方讲出来了 我们还要谢谢他 如果不是 那我们 不但不会恨他 还要去赞叹他 他一定很关心我了 看到我的缺点 没看到我的优点 所以 有怀深切悲悯心 对方怎么诽谤你 说你把我吐气 对你什么贪污 说你怎么样 背后一种人 你都不要生气 有怀从内心里面 深深悲怯的悲悯心 同情他 希望他离苦 还赞叹他 赞他得 你刚刚骂我 还骂得真好听 你拿来做维挪都好了 你的身体真有力量 太好了 打得我这么痛 但各位 这个就是修行 很赞叹 佛就是这样成佛的 这叫菩提道 所以有怀深切悲悯心 赞他得 是佛子行 所以我就讲了简简单单的一小段 但是我希望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从相信因果 归一三宝 然后我们不要再造恶业 进一步追求解脱 进一步我们要为众生 愿他们都解脱而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就要修这个众生平等 自他交换 承受苦难 进一步还要为众生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不管任何众生 而且为他们修智慧 禅定智慧 而且射受他们 愿他们都能够成佛 自己要累积很大的福德 智慧之良 这样才能够帮助众生 才能够真正成佛利益众生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这么天啊 那个展开都已经变形了 然后它居然可以都满得下去 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医生宣判不可能 我就是希望有奇迹出现 因为我们身心不滑 再生起来的机会 是不可能的 如果世界就毁灭了 因为我从小跟哥哥的感情非常好 新闻事件怎么会发生 怎么在我一家里面 因为这场车祸 我学火了 以苦为之 永不放弃 以苦为之永不放弃 像我在屏東獨體 就是每次卻沒把握 就一定要用爬的上去 那有很多熱心的師兄 師姐也想要幫忙 因為知道他們無從幫起 所以只有他是要怎麼幫我 我是在2014年的12月2號那天發生車禍 那到現在也將近快六年了 那時候因為 就是去把自己撞了一身的骨折啊 手腳啊 然後腰椎都骨折了 所以造成了下半身的癱瘓 其實醫生已經告訴他們說 你的哥哥是下半身可能都必須是在床上度過這樣 他們當然不敢讓我知道 那其實自己有意識到 所以當你那個意識到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是上百次想要了解自己的念頭 在腦海中就是都有盤旋過這樣 但是後來發現自己連要動手了解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手腳都斷了 我記得是當天要回家的時候 我跟爸爸在車上 我當時就跟爸爸講 哥哥為什麼不要這樣走掉就好了 因為我很清楚哥哥他的個性 我知道如果他行過來 知道他自己傷成那個樣子 他一定不想再活下去 他一定不想再活下去 剛發生事情的時候那個心境 一下子 盪到谷底啊 就是好像 沒希望啊 就是他的傷的那麼嚴重 有煩惱啊 我們那時候很慌亂 很無助 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 只知道說 慘了 如果他從此之後癱瘓 他的人生可能陷入一種很無助啊 當時我第一次覺得 原來從天堂掉到地獄是這種感覺 找這個鄭宏志教授 幫我做這個 生長因子的再生的手術 光生長因子 這個腰椎我就開了三次刀了 就是為了這個生長因子的施打 然後其中還把我一截 腰椎骨為了釋放我的壓力 所以把一截腰椎骨拿掉了 然後每次打那個時候非常幸福是 我要側面躺 然後縮得像蝦子一樣 把腰椎拱出來 然後一根大概這麼長的針 從後面這樣穿濕進去 然後把那個生長因子 打在骨頭跟骨頭的中間的那個軟組織 對 所以非常痛 而且打完是要平躺八個小時不能動 對 因為他是等於把裡面骨髓抽出來 再把生長因子打進去 然後你如果一下子站立起來的話 人是會暈眩的 所以必須要平躺八個小時 它有點像是針灸的原理 但是他並沒有侵入性 但是他卻比侵入性的針灸還來得更痛 我光為了做那個治療 我毛巾都咬破了三條 然後每次都是眼淚啊 那種大喊大叫的這樣 對啊 狂飆 然後幫我做治療那個老師 本來是接近植物人 他被他爸爸用這個方式 據說是他們祖傳的方式 把他救回來 然後所以這個老師他不收取任何費用 他在幫他所謂的有緣人做治療 因為他從緊胸腰都斷 他更嚴重 結果他現在可以到處行走啊 甚至在國外他到處都在被他治療 那老師也是非常慈悲的一個人 我更相信是佛法的加持 因為有很多是在醫學上沒有辦法去解釋的事情 就好比說我的腳 我的腳踝 我的腳踝是粉碎性骨折 那那個結構呢 在那個當下 他其實就已經徹底的破壞掉了 即使他在重建 他這個骨頭的那個骨輪之間 他沒有辦法再像最初原來的那麼的滑順 所以他甚至他是真身的 他會阻礙他的滑順的程度 所以那個腳 我的腳盤真是這麼頂的 為了說要能夠行走 甚至能夠站得平穩 我甚至連結支都想到過 就是說乾脆就把那個頂起來 那個變形的腳踝 把它結支掉 換一個人工的 這樣至少我站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可以 也許可以走 那時候想要站 但是醫生不建議 對 那時候醫生不建議 他說 你這個樣子 你可能 因為我現在最需要的是復健 那你這樣傷筋動骨下去 你可能又大半年 甚至更久 你又不能動了 不能動你的肌肉 好不容易重建回來的一點肌肉 可能又慢慢的消失掉 對啊 然後我剛剛為什麼說最神奇的部分 是在這裡 就是說 那個結構它破壞掉 它後來居然還慢慢的下去 到現在 那個 雖然進度很慢 但是我自己可以感覺到說 那個重心在轉換的程度是不一樣 而且的確腳盤是越來越下去的 從小媽媽就是一個佛教徒 那媽媽小時候也不斷的灌輸我們說 佛法的種種的好 然後只有佛法才是 才是你唯一的選擇 佛法才是至高無上的 諸如此類的話 我媽媽從小 都一直不斷的跟我們灌輸這樣的想法 那因為那時候都還太年輕 人生並沒有吃到太多的苦頭 沒有長到太多的苦難 沒有把那個所謂的佛法那麼入心 就是聽媽媽講的這麼一回事 但是就知道我們以後都是要信佛這樣 但是並沒有那麼入心 那是後來經過這個車禍 然後就是 才算去嘗到那個苦 然後跟佛法結上緣 才會跟這個佛法這麼相應這樣 人就往往在不如意思意的時候 才會想要修行 才要想接近佛法 以前生活很好的時候 也不懂得要去修行 真正的那個苦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過去所追求的那些 那些都不算什麼 我後來體會到四個字 平凡跟平安才是最幸福的 生命之夜海濤 然後是熱到廠 這樣子去 我也跟著他去一次 新殿的大明將堂 去受辦關在一起 後來我們全家人就是把 這個希望寄托在佛法裡面 就是 身心三寶 就是說 我相信 他要是有這個姻緣 佛菩薩的加持 最起碼要能夠好起來 剛開始因為我兩個妹妹 她們很早就開始在參加這個 生命體系裡面的這個法會 公修 然後八關宅 這些這些法會 那時候我的小妹 也常常不斷的 她們那時候在屏東 我在台北 她常常在電話裡頭 用鼓勵的方式說 德哥你去參加 這個法會很好 對你很好 然後我覺得對你很有幫助這樣 可是也許那時候姻緣還沒到 所以各種理由 也許那時候身體也沒有好到一個程度 也不想出去接觸人群 然後所以那時候不會想要出去 所以找了各種理由 去年的四月份的時候 妹妹又告訴我說 今天海濤師傅在 新店的大明獎堂 有一場八關在街的法會 哥哥你再去捷運看看 對啊那天姻緣就到了 我就說好吧 那我就去看看這樣 哥哥從小他就是不斷的骨折 因為他很愛運動 他很愛打籃球各方面 然後進走 他會從台北走到桃園 他很喜歡 他是一個很陽光的大男孩 然後那時候覺得 哥哥以後沒有辦法 再創新這些事情了 包含潛水他也很喜歡 然後就覺得說 他可能當時走掉會比較好 開心一點這樣子 可是很慶幸 我當時那樣的想法是 沒有成真 我要很感謝那邊的一個 叫張秀美師姐的這位師姐 我覺得他在我還沒有機會 聽到師父的開師之前 我覺得他在第一線 他做了很好的一個引導 他從看到我在那個門口 在那邊排回說 我到底要不要進去 因為我坐了輪椅 那輪椅畢竟這個輪椅 在外面走來走去 那道場人人都是脫著鞋子 所以我在那邊猶豫 我到底要不要進去這樣的時候 那個師姐第一眼看到我 他就幫我做了所有的引導 幫我安排的位置 然後甚至因為我第一次參加 我都不懂 然後結果全程都在引導我這樣 那我有時候常在想說 我的法院很好 如果說我那時候遇到的是 可能也許 比較不是那麼熱心的師兄姐的話 也許可能那時候佛法沒有入心 也許我轉頭 然後掉頭我就走了 我根本沒有機會聽到師父的凱斯 對所以這個法院我覺得 滿感恩那個張秀美世界的 非常感恩他 他做了很好一個義工的示範 對慈悲的示範 對我覺得那個世界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到現在一直非常感恩他 照顧我十個月的印尼籍的義工 他陪了我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結了法院 冒著風雨呢 然後舉盤從譜佛 戰經 然後八觀摘戒 他都一起去參與到了 那最重要的是 他還跟我去苗栗弘法院 參加了海濤師父所舉辦的短期出家 那在那樣莊嚴的氣氛之下 他也吵著要跟我一起受菩薩戒 因此他也有了法名叫做妙心 他的法名還是海濤師父 摘面前親之方他取的 那他也有了戒諜 他們回教徒往生的時候 是要穿白色的衣服入戀的 那曾經不只一次告訴過我說 有一天他往生的時候 他是要穿著黑色的海青 回到西方其樂世界 然後現在照顧我的這個 也是印尼籍的義工 他也是跟佛法非常的相應 那也是才照顧我到現在才兩個月而已 也跟著我去了一二十場以上的法會 對啊做一些藥包 然後共登的這些事情 所以他跟佛法也是非常相應 那我都覺得這兩個印尼籍的義工 都是佛菩薩安排來的 來照顧我的 然後並且他們都跟佛法非常的相應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出身的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身心受損嘛 那身心受損就代表說 我的大小便的這個樣的狀況 不是一般正常人 那我可能我要再出去參加法會 那一整天 法會就是一整天了 必須要在前一兩天就開始準備 就是準備什麼 要第一個要把我的腸胃清空 對 在外面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會突然給我下狀況這樣 所以我 我必須要把我腸子清空 所以那天我法會我才能安安心心的出門 我的家人為我送到現在 為了我送了上已經一萬多部的地藏金 都不停地迴響給我 然後我們一直都很深心說 今天是地藏金 加持我們 讓我們所有的圍圓都消除了 所以我們才可以去接觸到一些善知識 好比生命提起 師父這些的種種開示 這些我們才有那個福報聽得到 如果說我身邊的圍圓還是那麼多的話 我根本聽不到這些善知識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的因緣都是來自於地藏金 所以很感恩這部地藏金 然後我們家人也都把地藏金當成我們一輩子的職業 這一輩子我們會修其他各種的法門 但是一定會把地藏金融入到我們每天必修的功課裡面 也許沒有辦法讀送到一部 但每天都一定會讀送他幾品 一定一輩子都每天都會是這麼做 我五年多到現在沒有當過地藏金 每天都是讀送的 我覺得佛法不可思議 他不會像變魔術一樣 讓你一下子就感覺到你很神奇的變化 但是他潛移默化 他在帶給你心靈上的平靜 就好比說我一個身上者 你中間經過了很多的不為人知的一些苦難 其實是人家看不到 我覺得這一地方如果不是立善王菩薩在因應著我 然後讓我的心越來越堅強的話 我覺得我很難走到今天這一步耶 非常難耶 因為其實我看起來不像是一個生病的人 對 但是其實在這當中 真的經過身體太多太多的考驗了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地藏菩薩的加持在因應我 然後讓我的心裡面的素質越來越強大 然後注意去面對這一切 所以我很感恩地藏心 不光是可以做我還可以靠著服務的東西我還可以站 雖然不能久站 而且我還可以拜佛 對我拜佛是以前我大概可能也許這個角度我人就下去了 因為我的腰沒有支撐力 那現在呢我不光還可以這樣拜佛這樣下去 還可以靠自力站回來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現在目前對我來講就是奇蹟了 現在還可以拜佛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像妹妹告訴我佛佛的行程 哪裡有菩薩已經往生了 然後需要我們去佛 然後我就會跟著妹妹一起去 所以有時候你這樣算起來 一整天的時間就差不多已經是 差不多就沒了 其實我講真的 我現在比我好手好腳的時候還要忙 真的還要忙 但是現在忙的感覺是很有意義的 忙的是很有意義 以前在忙就覺得 忙一下子就想要犒賞自己 喝兩杯啊幹嘛的 可是你現在忙 忙得很辛苦 你是有時候在忙著看著別人的痛苦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忘記掉自己的辛苦 真的 你有時候看著別人的苦的時候 你真的會忘掉自己的苦 我一定是期待說 有一天我這個 我這次很臭皮囊 還能夠站起來 然後自己還有一點用處 然後可以把自己貢獻在更多的地方 比如說佛法裡面 佛門裡面 因為我覺得我在這裡面承接了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師父對我的慈悲 很多師兄師姐 對我的那一種援助啊 我覺得那就是點滴摘心頭 真的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真的沒有辦法一一去細數 但是我都記得他們每一個人的臉 以及他們曾經對我做過的每一件事情 那那個東西都是一直在推著我 很好的一個養分 推著我幹嘛 就是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布施出來 對因為我覺得 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天是能夠站起來 然後把我自己再把我自己布施出去這樣 你發的怨有多大 就是相信佛菩薩會滿你的怨這樣子 我非常相信我哥哥有一天是會站起來的 他可以靠他自身的能力 跟我們正常人是一樣 這個是我有信心的 希望哥哥能夠加油 讓大家見證奇之趕快好起來喔 加油 我們都要加油 大家都要加油 希望你快點好起來 能夠滿你的怨 我也願意把這個兒子布施出去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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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